一粒玉秀上路 不但要面臨加班費問題 加上勞工不得連上七天班 造成原本一週提供七天居家服務單位 人力變得更加吃緊 這對於長期被照護的身障朋友們來說 既不方便更擔心影響目前生活 因為一粒玉秀的關係 對 而且他們都沒有 都沒有事先跟個案說 個案是不是會那天 如果他們沒有通知的話 個案是不是會等到 等到老死都等不到居服務也來服務 長期致力於部落長照服務的門落基金會表示 老人送餐服務項目並未受到影響 反而是居服部分受到一些衝擊 面對一粒一休 門落基金會表示 也會和個案協調溝通因應對策 因為我們之前有在做 已經有開始做討論 所以我們有分兩個方式 如果它是屬於每天 禮拜一到禮拜六每天 都有需要服務的重要個案的話 我們是做人員的輪值調度的方式 有一些個案它不是每天需要 以前有規劃在禮拜六 所以我們的都島這邊 都有跟個案案家重新協調 他們的服務時間的安排 根據瞭解東部地區有不少居服單位 對於一粒一休仍然不瞭解 地方政府必須透過開會更加積極說明協調 才能確保居家服務單位假日服務不中斷 也能兼顧居家服務員的老公權益 記者綜合報導